就在今天凌晨传来了一起不幸的消息 是艺人荣翔因为心肌梗塞猝死 他本来是跟朋友来到的私人招待所聚会 结果没有想到突然间倒地 紧急送医人士回天乏术 就连今年的生日都还没过到 就发生这样的意外 荣翔的妻子跟弟弟爸妈接到噩耗 赶到了医院痛哭失声 而他弟弟甚至一度哭倒在地 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没有办法 相信我一直觉得他可能在演戏 边讲话边掉泪 荣翔妻子速度哽咽 无法相信丈夫就这么走了 事发第一时间急诊室里 荣翔弟弟荣威情绪崩溃 几乎哭倒在地 需要有人搀扶才能继续往前走 荣翔爸爸悲痛跟其他亲属陆续来到医院 这几天比较累吧 然后又喝酒 对可能喝了一点酒 对可能也比较晚睡吧 荣翔太太表示丈夫最近工作忙过于劳累 加上天气凉身体可能不堪负荷 凌晨12点左右 荣翔跟朋友一起到延吉路上 这间私人招待所喝酒聊天 两小时后他表示不舒服 突然倒地不起赶紧送医 心肌梗塞不幸往生得年43岁 不要挑这个时间 生日前几天剩几天而已 我不知道说什么 不敢相信二号 回想起跟荣翔约好要一起过生日 拍电影没想到一切都来不及 事情太突然 亲属的心情难以平复 但也努力打起精神处理后事 中天新闻侯宇向杨中盛周宇如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